今天煎一下 馬蹄糕就可以吃了 煎完這顏色 多漂亮 賣唇 晶瑩通透 冷又冷又 大家好 我是朱sir 還有一個星期就到農曆新年 相信很多同學 網友都在家蒸糕蒸到如火如肚 這條影片我會教大家做一款 我覺得比例是設得不錯的馬蹄糕食譜 馬蹄糕在新年食品中 屬於比較清淡的 沒那麼油膩的食物 所以如果新年很怕吃比較油膩的糕點 其實馬蹄糕是一款十分不錯的選擇 我今次分享這個配方是十分容易做的 出來的效果是爽滑彈爛的 無論在鏡頭面前 做過馬蹄糕的你們 或是沒有做過馬蹄糕的你們 也可以看這條影片 十分好做 廢話就不說那麼多了 到底爽滑彈爛的馬蹄糕如何做呢 我們現在就去片 我們現在開始了 這裡有皮的馬蹄 大概是225克左右 馬蹄有些人喜歡刨爛 也有些人喜歡切薄片 切薄片的就是這樣切 如果喜歡切薄片的就是這樣切薄片 沒所謂的 個人喜好 接著我們有馬蹄粉 這裡大概是108克 然後通常是用三份的水來打開 108乘3 即是用324克左右的水來打開 再攪拌均勻 再攪拌均勻 糖有兩款 這裡有140克的冰糖 另外這裡有46克左右的片糖 然後加入360克的水 先煮一煮 融化了 馬蹄粉水淋溶之前 過一次隔篩 看看多少粒粒 首先不用太心急 用最小的火 溶解糖 大概2個次後 糖就溶得差不多了 然後攪拌均勻的馬蹄粉水 再攪拌均勻的 倒入1 3分之1 然後開始稠了一點 然後再慢慢 再倒1 3分之1 再次化 倒入1 3分之1 早上再倒入1 3分之1 記得打開最小火推 小心焦底 必須攪拌 要攪拌 大概1分鐘後 一盒半熟就完成了 形態也頗稠結實 Hence 類似杏仁糊的質地 然後離火加入馬蹄 然後準備一層薄薄的模具 然後把薄薄薄用的保鮮紙或石紙都可以 這次的份量可以做到一大一小 然後把水分落鑊蒸 蒸的時間看大小 好 今天大概20分鐘後 好了 先用签切一切小的 沒有東西要黏住 先出小的 另外大底糕蒸多20分鐘 大約40分鐘後 兩底馬蹄糕新鮮出爐了 看到蒸熟的馬蹄糕 它是十分精盈通透的 而剛剛出鍋的形態大概是這樣的 很凍凍凍凍凍的 不會是中間放進去 好 轉回常溫後 放進冰箱底下才算 底糕已經冷了一晚 好 看 看 多漂亮 切的時候一刀過 這種質感很棒 馬上去煎來吃 用中火煎一煎 先煎一煎 馬蹄糕就可以吃了 煎完這顏色 多漂亮 看看賣順 鮮型通透 冷又冷又冷又 爽滑 蛋涼 清甜 超級好吃 今天影片又拍攝完成了 難度十分低 相信大家 一看完就馬上做了 最後來到綜合小貼士 糖可以因應個人的 例如用多些冰糖藥帶 或多些片糖都可以 甚至乎有人用白砂糖 不過一定要了解清楚 每一款糖凍凍後 結晶度都會有些不同 所以調校後 口感可能會有些差異 例如用得比較多片糖的情況下 高一點色澤會深一點 口感會偏軟 冰糖凍後 口感會比較硬 但顏色不夠深 看起來會很白 一點也不漂亮 所以通常吃好的 就是像煙醬糖的使用 第二就是 推馬蹄漿的時候 一定要小火推 慢慢推結 如果一次太急 很容易推到結結 倒落不好的時候 一點也不漂亮 今天分享到這裡 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可以 ax一半 一起補貝